Hello 我們現在處於的站就是N3 Victory Monument Victory Monument這個站 大家看到了 由這個站 去到我們所有香港來Banggore玩的人都認識的時間 就是一個站 兩個站 三個站 其實就是非常之近的距離 去四面佛那邊 就是徹朗 就是多一個站 去放置最美的Central Embassy都是四個站 其實在整條Green Line來說是很方便的 如果我們去機場 這裡就有機場快線 我們坐一個站 去Payatay這個站 就可以坐機場快線直達飛機場 所以為什麼這個站有一定的優勢 但是以往就很少有盤在這裡開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這幾個原因 第一 因為這裡其實是醫療集中區 在地鐵站的另外那邊 就是全部都差不多都是醫院來的 無論是Lursing School Medical Training Center 醫院 軍人醫院 工營醫院 大量的醫療設備的眾部都在那邊 所以這一邊就是沒有地可以供營的 在這邊你都會見到 其實雖然已經很舊 雖然很舊 但是很舊 所以都沒有地 剛剛僅僅收到這一塊 所以這一塊就發展商安達 建了一個叫EDOQ Victory的盤 就是上個月 應該不是說 在月初的時候 六月初的時候就是在那裡開售的 那開盤大約一個禮拜不用 就全部賣光 一個單位的預算 那理論上簡單 雖然這個盤看到了 面積不是很大 但是旁邊呢 就是百貨公司電影中心 前一點就是夜市 那在這個站一落 就回到家 那交通樓樓向前走 就是大迴旋去完 搭一個站就去機場 搭兩個站就去到市場 那又怎會不賣光呢 所以我們要看的是 看當地交通設備 和當地人的實際需要 去作為我們選擇物業的一個 Lavigator